各位领导大家好,现在为您展示的是,现代农业新概念。海农会手把手教您如何做现代职业农民。 本次介绍将从怎样建设现代农业,及实力矫解,两部分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看一下,怎样建设现代农业。 海农会总结现代农业必要因素,六话,主要是,生产科学化,土地集约化,种苗本地化,农民职业化,营销市场化,管理企业化。 下面,一一,向大家介绍。 生产科学化 一,农业科学化要体现在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种植、养殖技术推广。 二,园区规划,产业选择,生产决策,农产品标准体系建立以及包装、营销等各个环节,都要讲究科学。 种苗本地化 一,种苗繁育要接地气,针对当地气候与地质条件面向全球引进高经济价值种苗。 二,运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良,工厂化培育。 三,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农民生产成本。 隔离控制区域总量,保证价格优势。 四,种苗产业的规范发展,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技术基础和保障。 营销市场化 一,打破传统代理商产地溢价值构,利用电子商务,产销合作社,产业结盟等多渠道方式,打开各行业批发市场及终端市场。 二,结合冷冻仓储,远程物流,降低损耗成本,扩大厂辐射直径,争取外销贸易订单,提高农产品销售利润。 最终达到农民能够致富的成果。 土地急约化 一,土地分散经营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对市场的参与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更无法进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农村土地有长流转政策的出台,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也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民职业化 一,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经营管理理念,结合当地人们,资源及价值观。 二,把农场企业化经营,以明确的规章制度对预算成本收益做有效掌控,建立营销,生产,研发等分工明确的专职专责部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创造最大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 下面以山庭青龙山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例。 向大家详细讲解。 首先看一下项目概述,项目名称,水泉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及青龙山大学生农业创业基地。 项目地点,早庄市山亭区水泉镇青龙山。 项目用地,3000亩。 项目投资,2000万美元。 主办单位,早庄市山亭区水泉镇政府。 承办单位,台湾大中华农业生计股份有限公司。 早庄台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华有机农业协会。 主要从,示范功能,大学生农业创业基地,分期规划,及规划目的四个方面来讲解。 下面向大家详细介绍。 精致农业。 精致农业是台湾成熟模式,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之路。 以立体化、精细化、品牌化、高端化或解粗放行、低产出、低品质、低效益的传统农业局面。 青龙山项目,依靠高科技设施设备,用以下方式发展精致农业。 品种繁育。 生产管理。 分级严选。 精致包装。 冷链处运。 质量检测。 质量追溯。 品牌建立。 文化创意。 运用技术服务、教育培训提高当地农民技能、指导农业生产、统合营销、提高附加值、延长产业链。 智慧农业。 青龙山项目依托现代、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可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灾变预警等智能管理。 本项目利用。 本项目利用智慧系统、实时观测,每个大棚内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PH值、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水分等数据情况,并进行自动滴灌、营养液补充、温控等。 管理者和顾客可以利用手机,实时检测棚内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调度生产。 设施农业。 结合青龙山地势条件,采用单向日光大棚,延长作物的生长时间,实现农产品反季节上市。 棚内采用微低罐装置、电子书物防病、促生机、瓶振式电子灭虫灯、或黄光又虫灯等装置,调节容作物生长环境,保证食品安全。 运用微更机、悬更机、圆连机、圆连机、人力蔬菜播种机等小型农机,代替人工作业,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循环农业。 将青龙山、黄山变良田,最核心的一项技术是,用鸡杆等废弃物,进行生物处理,生产有机介质,代替土壤,变费为宝。 循环循环利用,促进农村环境清洁、节能减排。 将人处分尿和农业废弃物等,发酵,建立沼气循环系统,联动热电、锅树、鱼木等产业,促进农业资源综合利用。 鱼的排泄物,是水耕蔬菜的天然营养液,蔬菜的生长,又能净化水质。 本项目将建设,鱼菜共生循环系统,让水产、蔬菜、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和谐共生,循环利用的生态平衡。 是示范带动广大居民,发展屋顶、阳台农业的新模式。 有机农业 青龙山采用无土栽培方式,解决当前土壤农残、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加之生物均肥、生物质虫的综合利用, 使有机产品、环保健康、食用放心、市场潜力巨大。 利用生物均肥、核山亭地区,剩余大量卖杆、玉米接杆、花生壳等发酵,生产有机介质。 既有效杜绝,当地接杆焚烧问题,又可满足,农作物营养需求,保证农产品安全。 示范园区用营养液,代替化学肥料,用苏力菌、阿维菌素、宁南梅素等生物质剂,代替化学农药,并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保障有机食品的生产要素和生长环境。 休闲农业 本项目借鉴,台湾休闲农业的成熟模式,充分利用青龙生自然风光,除展示生产场景外,还辐射、度假木屋、绿色餐饮、体能锻炼,及各种游戏设施等,为参观者提供综合性休闲场所和服务。 舌尖尖上的安全,更重于舌尖上的美味,现场有机采摘,配合自主烹饪,让城市家庭享受田园风光,品尝天然无污染,健康的农产品,在娱乐的过程中学习农业知识。 在青龙山,打造温馨的住宿环境,让参观者,在休闲度假的过程中感受污在井中座,人在画中游的意境,释放都市的快节奏压力,缓解焦虑情绪,放松身心。 在青龙山建立大学生农业孵化园,同时与山东原副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帮助大学生创业,让大学生彻底走出当前就业难,创业难的困境。 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 1. 响应国家政策,促进国家,地方对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快速落地。 2. 引导大学生繁补家乡,为当地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占领人才高地。 3. 展示第六产业构建模式和规划布局,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潮流。 4. 引导大学生科学创新,为破解当地粗放型农业注入新鲜血液,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5. 培养职业农民,提高农民技能,带动当地农民科学致富,规范发展。 5. 为更好的帮扶大学生创业,园区为大学生提供以下服务。 1. 免费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场地和实习就业机会。 2. 聘请农业专家、博士,免费为创业大学生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农经咨询等。 3. 协助大学生办理创业、融资手续,申请相关扶持。 4. 帮助大学生因时,因地质疑,选择高经济优质农产品品种。 5. 辅导大学生建立加工、销售创业团队,形成完整第六产业链。 6. 孵化成功后,对大学生的自主创业实行保姆式跟踪指导服务。 青龙山项目,分三期建设。 1. 山体整治、释放大棚、道路、水利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其中重点项目,1. 山体整治。 依据蓝耕计划向老天爷要耕地,对青龙山进行科学详尽的规划配套, 对现有的石山以及被开采损坏的山体进行整治,开荒造田, 以最大可耕面积做成梯田模式。 2. 释放大棚 综合建设、精致、智慧、有机、循环、设施等现代农业释放大棚, 展示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打造及教育、培训、示范、引导于一体的推广平台, 释放带动周边现代农业发展、产业升级。 2. 大学生农业孵化园 产销合作社、服务中心建设 1. 大学生农业孵化园 依据,示范棚的现代农业模式,以其余最大可耕面积, 为大学生提供免费创业场地、技术指导等服务, 帮助大学生创业,防止当地大学生耐流,并吸纳全国优秀农资人才。 2. 产销合作社 建立产销合作社,为周边农户及创业大学生提供展销场所, 扣除剥削环节,把利益还给农民,带动农民致富, 使农民利益最大化。 3. 服务中心 为园区提供综合服务、内设、科普展廊、培训、教育等场所, 展示园区现代农业成果,宣传农业科技相关知识, 培养农经人才,引导农民科学化种植。 3.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同时建设加工、仓储、冷藏等配套场所。 1. 观光休闲农业 综合利用现代农业要素,发展园区休闲农业, 提高游客对现代农业的认知,促进当地旅游业多元化发展, 带动周边旅游消费。 2. 加工、仓储、冷藏场所 建设及加工、仓储、冷藏于一体的生产中心, 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清洗、分析、包装、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创建当地农产品品牌,让山亭农产品真正走出去。 青龙山项目规划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升级 借鉴台湾现代农业成熟模式,破解三农难题,快速实现当地农业转型升级。 2. 农民致富 对当地农产品进行精致化生产、品牌化包装, 让山亭农产品走进国际市场,使农业增收、农民致富。 3. 人才工厂 响应国家政策,培养职业农民。 创建枣庄首个大学生农业孵化园,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吸纳人才。 4. 啃荒造田,改造石头山体,整治开采损害,将荒山变良田,既完成了生态修复,环境美化,又扩大了种植面积,产生经济效益。 5. 变废围保,利用生物菌技术和接杆生产有机介质,采用无土栽培方式生产生态有机食品,节约耕地的同时保障食品安全。 6. 示范功能,依托示范园区,引导农民规模化,科学化种植,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6. 最后,大家要明确的一点是,现代农业的建设不能机械化的套工是,要根据当地地势条件、自然环境、培植品桌等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点配套相应的设施、技术等,逐渐建设成,独具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7. 我们总结了目前农业市场上,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比如,现代农业规划,休闲农业,社农产品行销,农场管理运营等。 8. 如果您对这些方面有任何疑问,找海农会,一战是为您解决。 8. 汇报完毕,谢谢观看。 技术指导 8. 张锡周 9. 海峡两岸农业产品推广促进会会长 9. 张兆元 9. 海峡两岸农业产品推广促进会秘书长 9. 规划师 9. 邵敏 9. 在此特别感谢 9. 藻庄市政府 9. 藻庄市台办 9. 藻庄市农业局 9. 中华两岸跨业联盟总会 9. 山庭区政府 9. 水泉镇政府 9. 无锡农博园 9. 藻庄台创农科的大力指 9. 藻庄台创农科的大力指